37岁的吴先生 最近半年觉得左侧阴囊 有逐渐变大的迹象 虽然没有感觉疼痛 但却影响到行走 因而就意检查 结果发现左侧睾丸 肿到超过一个拳头大小 验血肿瘤标记也大幅超标 电脑断层里面看到腹腔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肿块 那么所以它是一个晚期的 一般比较常见的睾丸肿瘤 并没有那么大 那么大部分的人呢 到他发现到给医生看做诊断 大概就是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医师提醒睾丸癌早期大多不痛不痒 最常见的就是睾丸两侧大小不一致 如果有引睾症 不孕症等等家族史的民众 就要特别留心 我们只要有怀疑 这个有睾丸癌的可能性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小手术 去给他做针刺啊 或者是切一个小口把它抓出来啊 什么等等这种动作 因为呢很容易就经由这个小小的动作呢 就把这个肿瘤的细胞啊 就传递出去其他的器官 淋巴线啊肺部啊等等啊 这些地方就造成远处转移 研究显示 睾丸癌发生原因不明 即使是中晚期接受手术或放疗化疗 五年存活率也可以达到75% 医师建议 男性朋友平常在洗澡时 应该要自我检查 看看两边搞完大小是否一致 另外女性朋友也要留意亲密伴侣的身体变化 才能够及早发现异状及早治疗 记者顾餐友 彩宝宝到